前几节课呢,我们已经把首页基本上完成了 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还缺哪些内容 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图呢 在我们每一个卡片的右侧会有一个新型的收藏按钮 我们可以去收藏当前的这一篇文章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实现一下这个收藏的按钮 我们怎么去做 首先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我们要去实现这个收藏按钮的话 把这个按钮放在哪个组件里面合适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卡片是在哪里去实现的呢 我们有一个list card 我们在组件里面 我们把其他的先遮叠一下 我们找到list card 这是我们去实现卡片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收藏按钮 是不是写在list card里面就可以 那么我们在什么地方去实现呢 我们注意这张图 它是在我们文字 我们的标题 title的右侧是有一个实现按钮的 我们看到每一个都是标题的右侧 所以我们找到标题实现的地方 标题呢是在这里 list card content title 那么我们直接在这里去写一个按钮可以吗 我们先写一个文字 写一个收藏按钮 保存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预览结果 切到croom里面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收藏按钮 它并没有在我们title的后面 所以要去把我们的布局 简单的去修改一下 回到我们的页面 这里需要在我们的title的样式上面 我们找到title的样式 我们先给它一个paddingwrite paddingwrite呢 我们给它一个30px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去给它定义一个类名 我们这里去写一个 acons的收藏按钮的样式 首先我们希望它是一个flex布局嘛 希望它里面的元素全是垂直居中 垂直居中之后 我们给它一个宽高 都是20px的大小 我们去给它加一个红色的边框 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 效果现在肯定还是不对的 我们刷新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是去定义了一个 我们的acons 但是acons是谁呢 我们没有告诉它 所以我们要找到will 收藏按钮的 去给它加上我们的acons 然后保存 效果现在肯定还是不答对 是因为没有到我们的右侧 右侧已经给它空出来了一个区域 但是我们的按钮还在这里 怎么把它放在我们的右上角 这里我们使用一个绝对定位 那就是让我们的tidal呢 给它一个position reactive 然后呢 让我们的acons 给它一个position 然后让它ret 是0 top呢也是0 这样我们通过绝对定位 让它去定到我们右上角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位置是对了 但是我们收藏按钮 需要给它一个图标 那么我们就把图标 我们去给它替换上 图标怎么用呢 图标我们直接使用unio的acons uacons 之前的课程呢 我们也用过 这里图标 我们去给它一个tidal 给它一个什么值呢 我们给它一个heart 然后我们来保存 把下面的一个红色边框 我们就可以去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的页面里面 什么都没有显示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这里 可能去写错了 我们不应该用acons 我们用acons 没有acons这个组件的 所以我们要加个s 现在我们保存回过头栏 再看一下我们的页面 这里显示我们的unioacons 没有注册 不用去管 我们直接刷新页面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收藏按钮 就已经显示在了这里 但是它的颜色 跟大小也都不大对 我们需要在acons上面呢 先给它指定一个size 我们给它一个20 然后给它指定一个color color我们没有选中 默认的颜色呢 我们去给它一个 颈f07373 这是我们的一个 红色的一个颜色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现在我们的收藏按钮 是不是就已经正常的 去显示到我们的音面上了呢 那其实直接把我们的一个 点三按钮 一个交互 我们有很多的文章啊 每次我们都会去点击这个按钮 其实现在它的性能并不会高 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我们页面有很多内容的话 岂不是我每次去点击 我们按钮的时候 都会造成我们整个页面的 一个渲染 一个刷新 所以它是很影响性能的 那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 我们如果有单独的交互 最好把它单独的抽离出来 做一个组件 所以我们就在 Comptons下面呢 新建一个组件 叫lag 然后创建 创建完成之后呢 把我们这块的内容 给它提取出来 剪切出来 我们直接写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的样式 同样的我们也去给它拿过来 Icons下面 然后呢 放到我们的style里面 提取出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可以用我们的lex这个组件了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还有几个地方 先找到我们的一个多图模式 下面一个tattle呢 下面我们也去给它放一个 一个大图模式的tattle呢 在这里 我们也去给它放一个 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页面 刷新一下 因为我们刚注射的组件嘛 它会提示我们找不到 所以我们需要刷新一下页面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每一个卡片上面 都会有一个收藏的按钮 收藏按钮实现之后 我们要去实现它的一个点击嘛 点击事件怎么写呢 很简单 我们在lex里面 这里我去给它指定一个点击事件 click click等于什么呢 我们叫lack tap 在我们的message里面 我们去给它注册一下 这里去输出一个 收藏成功 保存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点击事件 有没有生效 我们去清空间护制台 我们直接去点击 可以看到呢 收藏成功 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但是会有一个其他问题出现 那是什么呢 我们去改造一下我们list card 这个时候去给我们list card的最外层 我们去给它一个点击事件 这个时间呢 我们叫open 如果我们要去点击整个卡片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打开一个箱情 对不对 现在给我们的报错 是因为我们的open没有去定义嘛 所以我们去把open给它定义一下 我们注册到这里 我们给它一个log 叫什么呢 叫打开箱情页面 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清空一下控制台 如果我去点击收藏的话 那是会触发收藏的点击事件呢 还是会触发我们卡片的点击事件呢 我们来试一下 去点收藏 你会发现全部触发了 那显然是不正确的嘛 所以我们需要 让我们的点击按钮 收藏这里呢 我们去给大家阻止猫炮 那么在uniapp中 怎么去阻止猫炮呢 很简单 只需要在我们点击事件后面 加一个修饰符 我们叫stop 这样的话 就可以阻止我们当前点击事件 向上猫炮的一个行为 那么我们现在再试一下 去点击收藏 可以看到我们只触发了一个收藏按钮 收藏按钮成功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去实现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实际上收藏 要收藏到我们某一个用户下面 也就是当前我的里面应该会有一个登录的状态 登录的用户去完成一个收藏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 首先回到我们的一面里面 在clodefunctions下面 去写一个云函数 这里呢 我们叫update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 这是更新我们收藏啊 所以说我们把它创建一下 要在这里去实现我们的一个收藏按钮 如果要去给我们的文章点赞的话 点赞我们把它存在哪里呢 看一下我们的web控制台 找到我们的数据库 然后呢 看一下我们的优势表 表里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 随便找一个 这里面呢 会有一个articlexids 这个字段里面存的就是我们所有收藏的文章 这里是一个数组来表示 我们要把收藏文章的ID呢 放到这个字段里面 在数组里面去追加当前去点赞的文章ID 这样的话 在这里是不是要接收两个参数 event 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什么呢 肯定是我们的use ID 我们要存在哪个用户里面 是我们哪个用户去点击的收藏 然后需要一个articleID 这个ID表示是我们要去收藏哪个文章 所以暂时需要这么两个参数 拿到参数之后 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先去获取到我们当前这个用户的信息 那么const user userinfo等于alert 然后呢 我们使用db db我们没有声明 先去把我们的db unicloud dart database 先获取我们数据库的实例 拿到之后 我们在db.collection user.get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用户信息 在这里呢 去保存一下 把它放到retain里 上传 看一下我们获取到的用户信息 对不对 这样呢 就拿到了我们所有的用户信息 但是我们这里肯定是要某一个用户信息 我们需要谁的用户信息呢 我们这里写个doc doc doc表示的是 我们要获取id为某一个值的当前表里的内容 那么这个doc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useid我们传在这里 但是并没有什么地方去传我们的usid 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update like上面 我们右键 配置运行测试参数 这里可以去模拟调用云函数的模拟参数 可以给它传一个useid 这里呢我们需要写一个标准的接送格式 useid是什么呢 来这里去复制一个 我们就用第一个为例 把它的id复制过来 然后呢我们还要去给它一个articleid 那么我们随便拿一个文章 它的文章比如说是id 它我们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云函数里 清空下控制台 我们再去上传一下 上传并运行 成功之后呢 可以看到一个返回结果 我们就拿到了当前是这个usid的 我们的数据就成功拿到了 拿到之后我们要去做什么呢 去更新呢 更新我们怎么做呢 db.collection 然后是我们的user表 user表这里去点一个doc doc是谁 更新当前我们用户的表 然后是update update表示我们数据表的更新嘛 这里我们去给它传一个对象 我们要更新谁呢 更新这个字段 articlexid 那么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我们写在这里 怎么更新呢 我们要把当前的 articleid 追加到我们这个数组里面 追加我们需要怎么做 首先需要操作符 在这里去声明一个dbcmd 等于什么呢 等于db.command 它是做什么的 它是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操作符 它可以对我们的数据 进行数组的操作 字符串的操作 或者对我们的数字进行操作 是一个操作符 然后用它 我们在这里 它有一个追加数组的方法 是一个原子性的 叫做add to set add to set 我们要找到这个操作符 看一下它是做什么的 来找一下我们的文档 输入uniapp 进入我们的官方文档 找unicloud 找到云数据库 下面呢 会有一个操作符 聚合下面 有一个数据库操作符 然后我们需要使用一个更新的数组操作符 找到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都有什么方法 第一个呢 是push 往数组里添加一个或多个值 然后继续往下翻 找到我们需要使用的 add to set 在这里 它是做什么呢 数组更新操作符 原子操作 给定一个或多个元素 除非数组中已存在该元素 否则我们就添加进数组 那么我们就来试一下 添加谁呢 我们把add code id放在这里 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前面去给它加个avet 让它去有一个同步的操作 然后去上传并运行 我们试一下 看结果对不对 清空一下控制台 可以看到呢 我们返回结果成功 现在我们想一下 如果说我们这个操作是成功的话 是不是优色表里的 add collects 这个字端 它的数组里就会给我们追加 一个当前文章的id呢 我们来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我们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啊 现在就追加了一个id 表示我们的操作是正确的 那现在你可以去追加一个 删除怎么做呢 删除我们有一个poo 这个操作符就可以从我们的数组里面 删除某一个id 然后我们再上传 并运行 看一下 成功之后 回到我们的web控制台 我们去刷新一下 现在想一下 如果我们成功 是不是这个字端就没了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空数组 我们试一下 看对不对 这样的话 它就消失了 那我们添加和删除都已经成功了 怎么去判断这个状态呢 在这里可以去写一个判断 先去声明一下 我们ConstArticleIds 等于什么呢 等于userInfo 先去找到我们当前的数据 data 然后0.articleId 先去找到我们这个字端 字端我们需要去给它判断一下 第二 我们使用一个inclode inclode谁呢 把我们的文章的ID放在这里 看一下当前的文章数组里面 存不存在当前的文章ID 如果它存在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需要把它给干掉呢 那我们这里再去声明一个dbcmd 然后我们叫functions 让它去等于一个not 我们在这里 如果说它存在 我们就给它pull一下 否则呢 我们使用add to set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 保存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点击收藏 再点击就去取消收藏的一个操作 我们实际上去测试一下 先去上传一下 上传并运行 然后这里呢 给我们有一个报错 是因为我们这里应该是一个dust 再保存一下 上传并运行 现在没有报错了 说明我们的操作成功了 成功之后再回到我们的控制台呢 现在没有 刚才去模拟了一下我们的一个点击操作 如果部组里没有的话 这里应该去给我们添加一个 我们点击一下 就添加成功 现在已经有了嘛 再去上传 我们再去模拟它点击的操作 是不是它就会消失呢 如果消失的话 就表明我们现在的逻辑是正常的 是没有问题的 重新上传并运行 等待它运行完成 成功之后 我们回到控制台 再去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ID消失了 说明我们现在云函数是已经正常了 正常之后 我们需要去怎么做呢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LAX 我们这里是不是要去 定用一下 叫update-LAX 我们使用什么呢 c4.dollarapi.update-LAX.Z 现在我们去定用这个方法的话 肯定会报错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API 并没有在我们的API里实际的去定义我们的这个方法 云函数 我们在list里 这里呢 我们写一个export const 然后呢 update-LAX 等于一个匿名函数 牵头函数 然后我们去return一个 $http 它的URL是什么呢 URL就是 update-LAX 就是我们云函数的名字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传入一个参数 把data传给我们的http里面 这样它就可以去正常的接收参数 保存一下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使用了 打一个log res 看一下是什么 这里呢 我们需要传什么 需要传一个userid 然后呢 我们再去传一个article id article的id是什么呢 是从外面传进来的 这里要把我们的数据 我们要传给我们的LAX 这里叫item等于 等于item 然后把我们的数据拿到 传给我们的LAX 下面呢 找到我们其余的两个LAX 我们全给它传进来 然后回到我们的LAX组件里面 你需要去接收一下那个值 接收了个什么呢 item item给它一个type type是什么 我们的值是一个object 然后default呢 我们去给它一个空的对象就可以 这里我们丢了一个多号 拿到我们的数据值之后 就可以直接在这里使用了 是不是 直接this.item.id 这样我们的云海数就已经请求成功了 但是我们希望什么呢 点击一下需要让我们的收藏按钮变量 然后再点击一下变成一个空心的 把这个逻辑去给它实现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定义一个LAX的变量 默认我们给它一个false 当我们去点击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呢 this.like就等于this.like的一个反值 拿到like之后 需要在这里type 去给它一个动态值 我们把like放在这里 如果说我们的like是true的话 那么我们要使用一个heart-filled 如果它是false的话 我们还用之前的一个值 filled表示是我们图标当前的一个填充 变成一个填充的图标 实际来操作一下 看一看它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点击一下 可以看到它变成一个填充了 然后我们再点击 它就变成了一个取消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然后我们需要去调用接口了 在这里 前面给它加一个set setupdate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我们去调用一下保存 看一下我们的结果是不是正确的 我们去刷新一下页面 对比来看一下 当前我们这个数组里面是空的 去点击一个收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错 说我们的updatelax函数不存在 回到代码里 我们看一下updatelax 回到我们的函数定义 我们这里多了一个s 是因为我们云函数嘛 这updatelag我们这里多了一个s 我们把上面的s也给它去掉 然后这里呢也去掉 我们的UCID没有填 把我们的UCID去给它模拟一下 使用的是谁呢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UCID 放到这里保存 保存之后呢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 清空控制台我们去点击 这样的话它就会给我们返回了一个什么 返回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我们接口给返回的 但是实际上是已经成功了 可以看到返回了我们用户的信息嘛 那么回到我们的web控制台呢 去刷新一下 添加成功了 这一条是不是添加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去点一下 再回到我们的web控制台刷新 消失了 这说明我们的接口已经返回正常了 那么我们把它处理一下 为什么会返回这个错误呢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给它一个code 不能这么写 给它一个code是200 message是数据请求成功 data呢 我们再放这个 data 然后给它一个0 保存一下 因为是到我们的API里去找一下 我们判断了一个code是200嘛 如果是200我们才会返回一个正确的值 如果不是200呢 我们就走到了catch里面 reject里面 所以给我们返回的是这个错误 那么我们现在去刷新一下 点赞成功 取消收藏 没有上传部署 我们在这里上传一下 上传部署我们的代码 上传成功之后 我们再去操作一下 现在就是返回了正常